像我這樣子出去全身髒兮兮的 下班晚出去去超商買東西 有時候人家也是看到你會退後兩三步 師範的時候也是 可能地板很乾淨啊 我們踩進去就髒了 然後店員就會 這個臉 你說 因為我做土水 所以上個小孩跟著我以後會很可憐 為什麼會講這種話 每個行業都需要被尊重 真的 一開始我媽媽有反對 因為她覺得女孩子 你好好待工廠就好 或者是專心在家顧小孩就好 你為什麼要就是搞得那麼累 然後看我手這樣子受傷 整個都是臭鬼鬼 她就是說 你這樣倒不如在家就好 我就跟她說沒關係啊 唯有我自己的時間 那這些時間 我去做別的不如來幫忙她 全心一起賺錢 這樣不是更好嗎 什麼 你們兩個人 不要 我是雅翰 我本身是全職媽媽 然後在去年二月份 我是做課程 大業工廠 就是為了家計 有時候就是照顧小孩太累了 所以就想說做夜班我也有比較自由 然後做了一年之後發現小孩是 其實晚上都是哭著要找媽媽 然後加上我先生他做這個工地啊 他也需要有人幫忙 所以我二月份就決定 好那就直接專心的跟著他做 在11月那時候就其實有多多少少跟著他去屏東做 就是大業結束後是八點半 然後我們就趕去屏東 然後接著做到下午五點半至六點 對然後隔天再做這樣 然後隔天下班晚五點半又趕回工廠做 然後覺得這實在是有點太累 那不如跟著我先生 這樣我們時間也自由 也可以陪到小孩 小孩子需要媽媽的時候媽媽也在 我先生做這個其實真的很累 他下班回去 他也沒有辦法去專心顧到小孩 可能像我們昨天做到12點 他也沒辦法去幫忙用到小孩什麼的 所以想說那沒關係 那就直接全職跟著他做 我們兩個可以一起顧小孩這樣 你一定要把這個上來 要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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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17、18歲那天就跟他公開做了 平常 我拼 大太盧 都做一些改修的方便 對啊 就盡量找一些比較輕鬆的事情讓他做 這樣子 對啊 啊 重的話就盡量自己搬 我的職位就是小工啊 我就是可能 搬磚頭啊 只要師父要的東西 cut頭啊 描頭割啊 然後 對 師父 要幹嘛 我們就幹嘛 我其實講真的一開始我媽媽有反對 因為她覺得女孩子 你好好待工廠就好 或者是專心在家顧小孩就好 你為什麼要 就是搞得那麼累 卡丟的雷丟 這都是很正常啊 刮到啊 然後擦傷 這都很正常 就挫敗之後 一次就是 我跟著我先生做 然後我先生 騙我頂底 騙我什麼都不要 你不要啊 這樣啊 你在刮那頭啊 你在刮那頭啊 你在刮那頭 在刮那頭 都好像跳起來了 都好像跳起來了 這只要 加一刮那 只要 加一刮那 只要來 蹲蹲的 一個人 對啊 危險喔 我覺得爬印在比較危險的 其他都還好 像他那種 你剛剛看到隔壁的 他出兩個EVA 然後中間放一個那個 爬的那個有沒有 你如果一個不小心 你沒出貨 其實你會撥下來 你沒有來 我朋友之前 跌下來 他手就骨折了 對啊 一定要爬啊 你這個 你怎麼可能不爬 像你這樣爬上去第三層 他第三層 外牆那邊也是有 也是有在補土 對啊 那有沒有比這個人還要更高 當然有啊 當然有啊 那時候 阿公接的是四樓 會爬 很爬 而且我 我就停在那裡 自己的話我是爬上去 我連動都不敢動 然後後來就慢慢習慣 結果我先生一直催我 快點啊 你是不是好好的 那一整個 就什麼都不要看啊 就趕快走趕快走 欸 講真的 我之前看我老公啊 我就覺得 你為什麼每天都可以 把身體搞得那麼髒 然後你回來 就倒頭就睡 你小孩也不顧 然後後來跟著他做之後 就知道 他這個工作真的很辛苦 很累 就你每天都要搬出眾的 然後爬上爬下啊 這是真的很套族 像我這樣子出去 全身髒兮兮的下班晚出去 去超商買東西 有時候人家也是 看到你會退後兩三步 然後吃飯的時候也是 我們就可能 人家可能 地板很乾淨啊 我們踩進去就髒了 然後店員就會 這個臉 像一種阿婆啊 有時候也會說 就是啊你這樣 做工地啊 那孩子就是 讓人家帶 孩子這樣很可憐 像我妹妹 最小妹妹 她是一三五給我媽媽帶 二四六給他 他奶奶帶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那孩子很可憐 看不是 我在家裡夠贏了 就覺得 其實 有捨有得啦 對啊 因為要讓他們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生活 不然不賺 要拿什麼養小孩 對不對 對啊 然後酸命啊 你說 欸我 欸我三個小孩以後會很可憐 因為我做土水 所以三個小孩跟著我以後會很可憐 記得要請你的小孩好好讀書 才不會跟你一樣 對 我就覺得到底是 我們做土水怎麼忍嗎 我老公他個性就真的是 好好欣賞那一種 他就覺得 都不用理 不用管別人 啊我個性比較衝 你講我就好啦 你講我小孩幹嘛 你講我我還不會覺得怎樣 你為什麼會講這種話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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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上的 我不會去理他 因為我覺得 從你這個言論出來 我就可以看得出你這個人品是怎樣 所以我沒必要去跟你多講些什麼 對 對 每個行業都需要被尊重 真的 有時候帶小孩出去然後看到工地 就會說 欸爸爸那個是你的 你的房子 你蓋的房子之類的這樣子 他只要看到工地 他就會這樣講 對 我就說 不是啊 這間不是爸爸用的 這個行業就是 你本來 什麼都沒有的 就是一些土啊 就只是一個平平的土 然後你就是 開始慢慢 開始把它建造 建造成就是你想要的 人家主人要 主人家賣賣的那個行 然後我們做起來 你會覺得說 有那個成就感 那他的 碰公啊 然後整間 就是他都 太高啊 你整個都看起來了 你就會 當你完工的那一天 你就會覺得 這些 都是一個很 很棒的一個經驗 能幫人家把房子蓋好 然後讓他 達成他想要的 然後我們自己也會覺得很開心 對 就做好我們自己該做的啊 也不用去管別人說什麼 別人瞧不起你 你就做給他看了 讓人家沒有話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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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